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八個跟身體有關的片語 OK,第一個,have sticky fingers 我們都知道fingers是手指的意思 sticky是表示黏稠的 也就是你的手指很黏 你想想,如果你的手指很黏的時候,會不會把東西黏走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某人手腳不乾淨,有種順手牽揚的感覺 It is said that Tom has sticky fingers 據說Tom的手腳很不乾淨喔 OK,第二 all thumbs thumbs是表示拇指的意思 我們經常會說點讚,也就是thumbs up 那注意一下,all thumbs 當你的所有手指變成拇指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行動很不方便呢? 所以這個片語的引譯是說 笨手笨腳,或者是 某人對某個事情一竅不通 I'm awesome's way it comes to dancing 我對跳舞真的是一竅不通喔 OK,第三個 Give me a hand 注意一下,這裡並不是說 把你的手給我 這樣聽起來會不會有點恐怖呢? 它的意思其實是說 搭把手,跟我們的中文其實很像啦 那除了用這個短語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說 Lend me a hand 或者你也可以說 Do me a favor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意思 那另外注意的是 Big hand 不是給某人很大的幫助 或是很大的手 它的意思是說 給某人以熱烈的掌聲 Excuse me, can you give me a hand? I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幫我一下嗎? 我不知道如何去回答這個問題 又或者你可以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ive our winner a big hand 女士們先生們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給到我們的飲料 OK,第四個 Cost an arm and a leg 從字面上來看也就是說 某個東西花費了你 一條腿和一隻胳膊 那這樣聽起來會不會覺得很貴呢?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 很昂貴或者說 某個東西貴得要命 它其實就等於 Very expensive 或者你也可以說 Cost a fortune E或者你也可以講 Cost a big bucks 也就是花了很大的代價 I'd like to go traveling But it costs an arm and a leg 我很想去旅遊 但是會花費很大 OK,第五個 Poor one's leg 注意一下Poor是表示拉的意思 這裡並不是說 拉著某人的後腿 它的意思呢是說 細弄某人 或是跟某人開玩笑 那如果說 你要扯某人的後腿的話 我們可以說 Hold someone back 比如說 Stop pulling my leg It's not interesting 不要再跟我開玩笑了 一點意思都沒有 OK,第七個 Put one's foot in one's mouth 從字面上來看是說 將自己的腳放在自己的嘴裡面 這樣的場景你敢想像嗎 是不是覺得很尷尬很醜呢 所以這個片語的意思是說 做錯事情或是說錯話 或是搞砸一些事情 I don't want to put my food in my mouth At the party yesterday 昨天在那個派對上 我並不想要去說錯話的 OK,the last one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注意一下Stomach 是表示胃的意思 Butterfly 在某人的胃裡面有蝴蝶 你想像一下 如果蝴蝶在你的胃裡 串來串去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很焦躁 很不安呢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焦慮或是極度的不安 I hav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Because I have an interview tomorrow 因為明天要面試 所以我非常的焦躁 非常的不安喔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 補充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英文小貼士會補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RE英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